新北市推動技職教育不用很多優秀的認識 新北市長主理論以自己的經驗 要在100.5年度參加技職比賽在中學生 要不怕困難繼續打拚 高雷的100.5年度各自參加比賽在中學生 新北市長主理論要參加34位優秀同學作單 高雷大家要繼續努力 先為新北市的專業認識 那我們跟國際的交流 不管到日本 到德國 到澳洲 甚至我們將來可以開發更多的交流機會 我們都是希望我們這些同學透過這樣的交流 讓我們的眼界能夠提升 讓我們的視野能夠更廣 將來我們的技職領域能夠超越國際 這一點都是我們對同學們的期許 這位來自新北高跟東俄呂瑞鋒 客家庭樂樂樂和學校的職位 拿到芒藥設計的國處主角 今年要代表台灣出國比賽 因為是夜宵 所以說練習的時間 譬如說他們日下 他可以是白天在主校讀書 然後晚上練習 但因為我是夜宵 所以就會變點倒過來 然後有時候因為接近比賽的時候 就會變成連晚上都要請公家 然後晚上就會去每天都要練習比賽的東西 這位來自南宮工宣外黃博淵 說說自己不愛踏車 但是在老師的鼓勵之下也找到興趣 客到不斷練習 他也拿到國處主角 我是從國中開始就當技藝選手 然後開始接觸這一塊的時候覺得 因為自己讀書不好 然後讓我想要學個一技之長這樣 然後從高一就開始慢慢訓練上去 老師也很 老師之前也是我們的國手這樣 所以他就很喜歡我們那種 不喜歡讀書的那些學生這樣 另外郭寶家修 陳維霞 也在全國技藝比賽 烘焙主拿到金手掌 他也很感謝好好訓練和幫助 學校有申辦新北市旗艦計畫的課程 然後課程別類是有翻糖捏塑 然後巧克力工藝 還有蛋糕彩繪還有色彩學 我覺得這些在對我商業類比賽都很有幫助 新白隔一久又繼續進步 每一位學生都在好好記得一下 表現出最好的疾病來為台灣進攻 記者 新中的華三中蔡宏寶德